第3631集 荒老一阵无语道 此行是来帮我拿到断剑的 并不是来救人的 所以呢 你能命令我 叶辰嘴角勾起了一丝 讥讽的微笑 这个人我就定了 荒老心头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开口 如今他在轮回墓地之中 就算叶辰要单方面撕毁和他的交易 他也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况 让他整个人染上了一层暴躁的怒火 他想要爆发 想要杀戮 想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叶辰 可是此刻的他做不到 他之前一直殒灭道无疆的神威之能 在这一层又一层的轮回墓地限制下 变得乏力如同笑话 荒老自嘲般地张了张嘴 什么话也没有再说 叶辰身形欲空而起 抬起他的左手 狠狠地握向那青年 惯凶而过的长枪 用力一拔 一颗红色火球 在叶辰带着青年 离开石壁的一刹那 爆裂开了 无数道火光突兀地飞溅出来 竟然还有后招 就连叶辰这样心思缜密地存在 也不得不为这万年前 那些强者的实力叹为观止 明明人已经被无数兵刃贯穿 又以一柄长枪将其插在石壁之上 竟然还留下一个杀招 该是怎样的仇恨 让下手之人一环一环 缜密地算无遗漏 叶辰须土原服化为的震天皇城剑 齐刷刷挡在叶辰的后背之处 将那团团的狂暴之气挡在外面 那青年身上的肌肤依旧软弱 毫无僵硬的感觉 如果叶辰没有猜错 这个青年应该是参加了当年的众神之战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灵霄舞蹈 与叶辰的极为相似 甚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叶辰眼神一领 那冠凶的长枪已经被他拔出 数万年下来 青年体内已然没有足够的鲜血喷溅而出 只有在那伤口处一圈又一圈的血红 团团散发而出 拥有灵霄武艺 你我也算同类 今日我就尽全力救你一次 若是救活 救是我们的缘 若是失败 那也是你命中的结 说完 叶辰一只手缓缓抬起 一尊极为宏大的八卦天丹炉 已经浮现在那青年的头颅之上 天法地法水法活 雷法 雷法 择法 风法 山法 八种奇门术法 每一种都有无上天微 叶辰手绝连连捏动 无数雷霆火光 在丹炉里汹涌起 一缕缘傲的八卦气息 还有古老的鸿蒙意韵 不断交织融合着 武道真元丹 在无尽雷霆火光的灌注下 顿时迸发出了夺目的神采 寝致大大提升 叶辰目光凝炼 浑身灵力不断地催动着 八卦火法雷法 在丹炉内咆哮 无穷无尽的灵气冲天而起 下一刹 叶辰喉咙张开 一道道红亮的阴节 带着滚滚金光 冲到了丹炉里面 浩荡的天龙霸神音 如一颗炸弹引爆了 雷法火法的天威 无穷的雷火气息更为汹涌 在无尽雷电天火的滋养下 那五道真元丹 弥漫出了滔天的药气 天穷之上 出现了恐怖的雷云 雷云翻腾间 似乎有雷节要降落 还有一片片的烈火 在云层间舞动着 令人胆战心惊 丹成 出 叶辰手掌向上一翻 将那五道真元丹 接在手掌之中 这青年的灵消武艺 与自己相同 他用两种秘法 同时炼制五道真元 应该可以引动 他自身的五道之力 帮助他快速修复 五道真元丹 被叶辰位入青年的口腹之中 可这极为高品质的丹药 却似乎对那青年 没有任何作用一般 你不要白费心思了 他既然参加过那众神之战 实力应该远远超过你 荒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之意 他自己都无法摆脱 这样的智库 被定在实力之上万年之久 怎么可能 因为你的丹药 就活过来呢 他还没有死 他与我的灵消武艺 极其相似 我一定可以救活他 叶辰道 荒老却是冷笑连连道 他以这样的重伤状态 苟活了这么多年 一定有他的方法 如今你强行打破了 他体内的平衡 说不定因为你 他死得更快了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 对方用了什么手段 存活了下来 但是能够参加众神之战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且这人在亘古万年中 一直活着 更是难以预估 叶辰救不了这个人 自然是极好的 若是一旦救得 那他以后的盘算 可就又会有新的变数了 只是他的话 对于叶辰来说 并没有丝毫影响 既然五道真元丹 没有效果 叶辰直接将自己体内的灵力 缓缓地输入那青年的体内 青年体内几乎没有一处筋脉 相互连通 早就已经碎成了一道道细条 无数的血肉内息 也全被打散 整个躯壳 可以说是只凭着 那一副骨架包裹 否则就是一团乱肉 他的伤势 比叶辰想象得要更为严重 如果不是他一直 绵延坚持的灵消武艺 以及他超越的信念 这个人肯定已经消亡在 这无尽的岁月里了 这样骇人听闻的五道真意 这样强大蛮横的信念 叶辰心下一阵感叹 他绝不能让这样的人 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你救不了他的 他只有那一丝信念在映称了 如果你想要得到他的传承 我倒是有办法帮你 荒老的声音再度响起来 众神之战强者的传承 一定可以让你收获满满 还有 你这轮回目的之中的双瞳梦魇 恢复好像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吧 这个家伙身上的一切 一定可以满足那双瞳梦魇 荒老诱惑地说道 试图阻止叶辰救活这个青年 叶辰突然发出一声淡淡的笑声 荒老 听上去 你好像特别担心我救活他呀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救活他 如果你愿意让我掌管你的身体 我倒可以一事 荒老道 叶辰摇摇头道 这层小事我自己就可以了 荒老越是担心的事情 说明这件事对于荒老 有着绝对的影响 说不定 荒老知道这个青年的身份 既然如此 叶辰打定主意 一定要救活这个青年 如果丹药和灵力都效果甚微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 叶辰以两指为任 在自己的左手手掌之上 划出一道剑痕 皮肉翻卷 瞬间涌出浓稠的血液 他将血液全部滴入青年的口中 另外一只手 以雷霆之力 牵引五道真元丹 叶辰的血脉是轮回血脉 天妖血脉 甚至龙族血脉 饱含无尽生机 此时以他的血液为药引 一定可以救活青年 可笑 臭小子 你会后悔的 荒老的声音响起 他现在有些后悔 如果一开始 他主动让叶辰救治这个青年 说不定叶辰会直接离去 而如今 他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其实叶辰自己也不确定 他用自己的血救人 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直觉告诉他 那个人既然与自己 拥有相似的灵小五道 就一定不会是卑鄙小人 但倘若他在这亘古中 已经转性 叶辰也会趁着他 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 彻底杀了他 在轮回血脉 以及超强生命力的 鲜血连通之下 那青年体内的奇经八脉 如有神柱一般地 沾合在了一起 冲刷着 这万年来被海域血气 所侵袭的凶煞之气 而他那肉眼可见 大大小小的伤口 有五道真元丹的奇笑 竟然已经七七八八地 好了大半 除了衣衫上 那一个又一个的血洞 外伤几乎已经痊愈 只是那错位凌乱的五脏内息 还有他一身的修为灵气 想要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 叶辰注视着青年 已经大为好转的脸色 知道这人 他应该是救下来了 你是打算一直 守着他醒过来吗 荒老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他实在是有些郁闷 不知为什么 听到荒老有些阴郁的声音 叶辰内心就不由自主地 充满了愉快之情 荒老 您也不必着急 既然他已经没有大碍 我们便先去寻找断剑吧 荒老闷闷地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 这岛也不安全 我必须留下什么 叶辰眸子一宁道 顿时 一缕缕地雾吐元气 疯狂暴涌 绽放出滔天的黄光 瞬间演化成九柄巨剑 每一柄都有雕龙梁柱般巨大 红隆隆地震落在地 围成一圈 宛如剑墙 牢牢地守护在那青年的身边 震天黄成剑 这一首神通 是从雾吐元府里演化出来的竖法 不是沙发之剑 而是守护之剑 以雾吐精细画剑 守护他想要守护之人 叶辰转头看了一眼 依旧昏迷的青年 希望他能够顺利清醒 在叶辰离开的一瞬间 雾吐包裹着青年 手指微微一卷 似乎已经即将要苏醒了 虽然他还没有彻底苏醒 但如同叶辰感知到他一样 他也感知到了叶辰的灵霄舞蹈 是一个拥有 跟他相似的舞蹈的人 在救他 陨神岛的深处 纵横的血腥杀戮之感 扑鼻而来 连叶辰这样的存在 都需要以五祖道心 来稳固自身 可见深处到底有多么恐怖 一捧捧枯骨 不再如同外围的尸骨一般杀化 而是变成了一颗颗血红色的晶石 那些晶石之中 混杂着主人生前的五道神魂 一尊尊如同自身骸骨 所化成的墓碑 守望着远方 不甘心地或作或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